台中市长卢秀燕被称为蓝营最强母鸡,更被视为飞绿团结的标杆。 她在假日到各县市浮选,火力全开,薄打中央,激起选民挺蓝的热情,并展现妈妈市场的亲和力。 拉拢选民的心,台中已成为整合飞绿力量的示范区,影响力跨出泛蓝阵营。 卢秀燕为了终结蓝线多次杠上中央,更批评台中的绿委都在睡觉。 先前巴西弹风波也带头守护石安,永屋挺身而出,替市民发声。 她昨日至南投接连辅选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尤浩马文军时表示, 南投交通不便,一直希望能改善。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承诺,若当选要将台中捷运拉到南投。 但是台中捷运已被卡了五年,台中捷运都没办法施工, 要怎么拉到南投? 这根本就是巴勒票,骗选民,虚选民叫迅民进党,让他们下台反省。